在推特發布的這段短視頻中 雙人畫面的左邊是荷蘭總部的女主播 右邊是該台駐京記者達斯 身後可見北京街頭的燈光 和不斷穿梭的公車大巴 中共保安闖入畫面強行驅趕記者的這一幕 讓在荷蘭直播室的女主播驚得目瞪口呆 荷蘭公共電臺在推特說 我們的記者在直播時被拉到鏡頭外 這樣被驅趕的不幸狀況 逐漸成為在中國新聞工作的日常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現場直播報導是專業媒體報導 重大事件的工作方式 有常識的人都不會在記者直播時去打擾 第二一點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對外國記者都是如此的嚴厲 那麼中國人的這種言論狀況的環境 是什麼樣 就是不言自明啊 唐靖遠還表示 一個只是帶著洪秀章的志願者 敢於直接帶走外國記者 肯定是接到了死命令 這也凸顯中共當局已經不在乎裝門面了 美國華裔自由媒體人黃子音對新唐人表示 這個短視頻為國際社會展示了真實的中國 一個正常國家的觀眾根本無法想像 採訪直播的記者會被粗魯的推推嗓嗓驅離 這對觀眾的心靈是一種強烈的衝擊 國際奧委會發言人事後聲稱 這是單一事件 他們已與荷蘭公共電臺進行了接觸 記者已在當地官員的幫助下 在鏡頭前完成了他的報導工作 但荷蘭公共電臺發言人反駁說 無論是電臺的管理層 還是新聞與體育部的主編 在北京的奧運團隊領導 還是記者本人 都沒有與國際奧委會的任何人 談過2月4號的事件 被中共驅離的記者也回應說 這也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而且他是聽從了警察的命令 在警察剛剛指示他們應該待的地方 架起電視直播攝像機後被驅離的 這段視頻我覺得可以說它是一針清醒器吧 它讓很多對中共還抱有幻想的人都看到了 中共扼殺新聞自由的這種可怕 同時也讓大家都看到了 讓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共嘴裡所謂的那個北京歡迎裡 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歡迎 也讓大家都看到了 那個中共嘴裡所宣傳的 一起向未來的那個未來 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未來 唐靖遠指出 中共投入數百億資金 想得到外界的認可 展示它的所謂美好 但這場龐大的宣傳被這段短視頻揭穿了 因為這等於向全世界直播了 中共封殺言論的過程 出闻了 中共的防禁 中共以求美國在 swing 中共也就接受了 中共什麼樣的 中共對中共要走 中共對中共而言 中共通話